你们知道历史上项羽真的放火烧过阿旁宫吗 接下来启歌为您讲解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横扫六合席选环宇 天下为之一同遂字号始皇帝 此后秦始皇灭百岳 伐雄奴修长城启皇陵住之道 大型帝国宛如一举疯狂暴走 得巨人裸奔于历史的悬崖边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沙丘驾崩的短短11年内 秦朝国家机器高速运转内有铁量庞大的土木工程 外有征战不休的南北佣兵 前手们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天下大有清朝复卵之兆 而在秦帝国的浩大工程中 厄旁宫无疑是规模极尽奢华的宫殿 厄旁宫有规模有多大 唐代文学家杜牧在厄旁宫复中描写道 富亚三百余里隔离天日 离山北垢而西折直走咸阳 其中对厄旁宫行至奢华的描述是 二川融融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格 狼腰慢回岩崖高拙 各报地势狗心斗角 以厄旁宫府讲述的情形来分析 无论厄旁宫的规模乃至奢华程度 后世的圆明园 凡尔赛宫等文明世界的建筑 群落都不足一语之相媲美 现今厄旁宫坐落于陕西省西安市 西前新区丰东新城王寺街道 遗址范围分布东起造和西安 西底济阳寨 南陵河平村北达后围寨 占地总面积15平方公里 从现今的遗址考古来看 厄旁宫的巨无霸体量也恰好语 史记中东起500部 南北武士帐上可以坐万人下 可以建武藏旗 周持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巅以为缺的描述相吻合 那么秦朝灭亡后厄旁宫的最终命运如何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记中记载 项羽引兵西图咸阳 杀秦将王子英烧秦宫事 火三月不灭 后世就有不少人据此认为是项羽西记 入关后一把火烧了规模宏大的鹅旁宫 因而项羽火烧鹅旁宫一说便不进而走 然而我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首先史记项羽本记中 司马迁只是说烧秦宫事 并没有指明项羽的这把火烧掉的就是鹅旁宫 其实就当时的情况看来 项羽西近咸阳仅居数日 具体待了多久 司马迁没有严明 在咸阳期间项羽军团做了图咸阳 杀死英和烧秦宫三件大事 这三件大事归根到底都是有着相同的目的 那就是项羽要发泄对秦人的愤恨 项羽作为楚国贵族 秦灭楚钱 楚南宫就曾识破惊天的呐喊出了 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的魔咒誓言 而对于快意恩仇的楚人项羽来说 将秦帝国皇帝老儿居住的 老朝秦宫一把火烧成灰烬 显然征服者的姿态悦然指上畅快之行 一余言表 加之鹅旁宫直线 去咸阳以东11.9多公里 距长安12.6公里 楚人项羽在短短数日之内不做正事 专门跑到鹅旁宫放一把火 逻辑上明显也说不通 因此综合史记司马迁所言 楚人项羽的秉姓和鹅旁宫的地理位置 认定项羽火烧鹅旁宫确实过于片面和偏激 其次司马迁于史记项羽本记载名 项羽火烧秦宫后火三月不灭 其实是后人牵抢附会的说辞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宫殿的 主体材料基本上都以木制为主 倘若鹅旁宫被焚大火三月不灭 那么鹅旁宫早就化为灰烬了 然而据汉书东方寿传载 汉武帝建元三年 前138年取集阿城以南 周知以东宜春以西 以为上陵院守之南山 由此可见鹅旁宫在西汉中期还依然完整 而北魏史书十六国春秋也载名 福建建元二十年慕容冲去阿城 出名谣曰 凤凰凤凰上窝旁 今以凤凰飞梧不弃 飞诸实不识乃之梧桐 数千诸于阿城以待凤凰之志 从两部史书的表意来分析 鹅旁宫从秦朝到南北朝时期 依然顽强地屹立于咸阳以东 以至于后世上能观瞻其雄资伟荣 因此史料的详尽记载也让项羽 火烧鹅旁宫的谣言不攻自破 最后现代考古成果也证实了 项羽火烧鹅旁宫成属凭空捏造的杜砖 2002年10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 保护考古所联合组建了 请鹅旁宫考古工作队 经过20万平方米的实地勘探考察 科研人员仅仅在鹅旁宫遗址上 发现少量的红烧土 所谓的红烧土就是古代人类 修建豪华住宅时 将粗木和泥土混合而成 用于搭建墙体和屋顶的原材料 这就有点类似于当今土木工程 必不可少的水泥 而由红烧土竣工后的豪宅倒塌后 必然在地表会形成红烧土覆盖层 因此这种特征极为明显的建筑 预计也就成为当今考古的重要依据 然而在发掘考古鹅旁宫的同时 科考队员们也对汉代长乐宫 遗址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察 长乐宫始建于汉高祖五年 公元前202年 东汉末年长乐宫惨遭焚毁 自此淹没于地下红土 但令考古专家震惊的是 在长乐宫焚毁的遗址上 大量红烧土相继被发现 这也印证了长乐宫毁于大火的文献记录 而专家们将鹅旁宫遗址的回敬于 长乐宫遗址残存的余灰两相对比 居然无法在鹅旁宫遗址中 找到大面积的红烧土 倘若鹅旁宫真的毁于大火 那么为什么没有寻找到 红烧土的蛛丝马迹呢 因此最终科考专家们断定 所谓项羽火烧鹅旁宫 其实根本就是一桩子虚乌有的历史原案 那么鹅旁宫究竟毁于何时 北宋史地学家宋敏囚在长安志中记载 秦鹅旁一名阿诚在长安县西二十里 西北东三面有墙 南面无墙周五里一百四十步 重八尺上扣四尺五寸下 扣一丈五尺今夕为明田 宋敏囚的这则资料并非道听途说 而是亲自现场勘察的真实描述 因此从这段珍贵的史料来分析 可见鹅旁宫在北宋时期也不复存在 雄伟壮丽的鹅旁宫到底是怎样消失于历史长河的 我们不得而知 但从其所处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来看 我们有理由大胆损得鹅旁宫 应该是在历史漫长的 战火纷飞中逐渐毁于人祸的 而当参阅了详尽史料 相遇火烧鹅旁宫显然就是一则彻头彻尾谣言